這個在鋼鐵人畫面裡面 你可以看得出來 它這明明是一個 這個非常陽剛的 非常西式的 還有這個科幻的 對不對 可是在裡面隱藏了 很多的密碼在裡面 這個密碼有一個是 你看 有這個 我剛剛看到他好像在打拳 對 一個木樁 永春裡面的木樁人 在裡面出現了 原來小蘿蔔道尼 他會永春 他會 他有學過 是真的嗎 那個木人樁要打不容易 對 所以他們就說 原來小蘿蔔道尼 他真的會 我跟你講 是真的 他真的還不是假的 所以他真的有練過 所以這個來 把它融入在他的劇情裡面 是因為他確實練過 那小蘿蔔道尼 其實他之前 在大概1985年的時候 其實他曾經 黑過很長一段時間 為什麼 因為他在那時候吸毒 甚至於一夜時間整個黑掉了 好 那時候在好萊塢裡面 是沒有人要用他的 所有保險公司 所有製片 都不要用小蘿蔔道尼 林姊 你有沒有注意到 那時候的畫面 小蘿蔔道尼看起來 還滿年輕的 對 那時候黑掉了 很長一段時間 好 他的朋友就覺得說 要怎麼樣來救這個人 要不然他的演藝師已經完蛋了 就把他帶去一個叫 Eric這個人的開的武館 這是一個外國人 可是你知道嗎 他大有來頭 他是夜問的算是徒弟 他是李小樓的師兄 這個人 Eric 就跟Eric學的時候 對 去學 然後這個Eric就說 他知道說小蘿道尼 他現在在好萊塢裡面 是已經完全都沒有地位了 他就跟他講說我告訴你 你每一天都必須來上課 而且不能缺課 你如果缺一堂課 我就把你手指頭剁掉 而且剁掉之後你要吃下去 好 他就不敢缺課 天天來練 敢練中國功夫 練什麼 這個很認真的練 有一天他竟然缺課了 缺課老師他打電話來就說 Eric打來說 我要剁掉你的手指頭了 好 他說他們的製片 什麼什麼就說不是 因為他建立一個芯片 我們要訓練 我們要開會 所以求求你不要把他手指頭剁掉 好 所以就這樣救回他一命 但是你知道嗎 永春全真的救了小勞伯 道尼的演藝事業 由黑翻紅了 為什麼 這個戲就是說 他之前開始學學院之後 剛剛我們看鋼鐵人裡面 不是把它融合進去了嗎 好運就來了 甚至於後來有一部電影 叫做福爾摩斯的 也是這個導演叫做蓋瑞克 叫蓋瑞克的導演 這個導演就知道說 小勞伯到底其實學了 這個永春全已經學了13年了 學這麼久 學這麼久 他知道他長期在學 他就在這個 尤其在就是這個福爾摩斯裡面 他因為裡面有一個 在跟一個這個教授在對打的時候 其實他把它融進去 你有沒有看到他剛剛的那個 全法跟那個方式 好像看起來就是有那 永春的那味道在裡面了 他還把他這個Eric 他這個他的老師 找來當這個戲的什麼戲劇指導 然後把他就是特地還寫了一套拳法 讓這個小勞伯到底在裡面打 所以大家就看到說 原來這個福爾摩斯他也能打 所以這套拳 把它寫進這個戲裡面 讓這個戲聲色很多 所以後來人家問小勞伯到底說 那你到現在 對你生活最大的影響是什麼 他只說了兩個字 他說功夫 功夫對我影響最大 功夫救了我一命這樣子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 有人在這個拍的時候 拍到小勞伯到底 好像自己在旁邊在練功夫 對 他隨時都會練 這是片場的畫面 所以他說直到今天 小勞伯到底他說 我每一天我都要練中國功夫 所以中國功夫還有永春拳 是救了小勞伯到底的 黑暗的演藝事業 由黑翻紅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個人 叫做范達美 其實你如果看過《玉學任務》 跟那個史達龍演的 你就知道說這個范達美在裡面 非常非常出色 他有個綽號叫做打不死的男人 如果你看《玉學任務2》裡面 他在裡面一身的肌肉 而且很耐打 怎麼樣打都不會倒 所以他有打不死的男人之稱 這個《玉學任務》 就是靠他跟史達龍裡面 打的這個天昏地暗 然後他這個一身的肌肉 然後這個就像真的是鋼鐵人一樣 怎麼樣都打不死 然後他有一個很厲害 就是360度的這個叫迴旋梯 你看他剛剛跳起來 成功迴旋梯 對 聽說這個迴旋梯 他們很多的粉絲把它分為 全世界第一名 就他那個迴旋梯是太厲害... 這麼強 很強...打不死的男人 好 他最近還有一個廣告 真的把大家都驚呆了你知道嗎 這個廣告出現的時候 就是這一幕 你看... 等一下 這是合成的嗎 不是 是真的 而且兩輛車子在行徑當中 這在西班牙的一個拍得非常... 這個你看 他這個一字馬 這個沒有替身 下面沒有防護措施 而且沒有NG這樣拍 這個底盤要多麼厲害 這個一字馬要多麼厲害 這個就是泛達美 泛書你知道嗎 這個不是一般人可以做到 但是他做到 所以很多人看到這一幕 就覺得說這可能嗎 這完全沒有特技 沒有替身 也沒有下面沒有安全措施 但這就是泛達美 這算下去可不得了的 對 好 那你知道嗎 泛達美他並不是一夜之間就變成這樣 肌肉男 打不死男人 他小時候 11歲的時候體弱多病 是他爸爸把他送去學 學武術 拳擊 泰拳什麼拳 還有空手道 甚至於中國功夫都學了 他後來得到全歐洲的 空手道的冠軍 所以才有今天這樣一個泛達美 這樣厲害的一字 好 那我們講到中國功夫 就不得不講到林曉龍了對不對 好 林曉龍打拼天下無敵手 可是你知道嗎 也有人敢跟他挑釁 誰 他那時候在好萊塢開舞館的時候 就有一個叫黃澤民的來了 這黃澤民就說 那個Bruce 我要挑戰你 然後他們就用泳村這樣對打 那個Bruce他打的時候就覺得奇怪 本來一分鐘 他應該就可以把這個撩倒了 結果三分鐘才把他打敗 為什麼 因為他就跑給他追 後來林曉龍就知道說 這個泳村裡面 因為他的步伐太小 要改進 所以他改學西洋界 中西合璧終於成就了經典的地位 我們看到這武術當中 居然在這些演藝界 那麼多人在學習 叫我炳村 他就把他們幹掉 叫我炳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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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你啊 就好